身边怎么多一点深交的人 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永远不会变的真理 叫做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什么意思 这件事情呢 不只要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们主要是要把它用在别人的身上 什么意思 如果你找到了一个很仗义的人 你信不信 这个很仗义的人 他就会带你去认识他的朋友 而他的朋友呢 就往往也是很仗义的人 如果你认识了一个很鸡贼的人 那么一个鸡贼的人 会带你认识一片更鸡贼的人 因为仗义的人 他们会以彼此分享 帮助了谁而成为话题 而鸡贼的人 会以彼此把谁算解了 成为了话题 所以如何去找到这些 值得长期交往的人 那只要你找到一个就可以 后面就会出来有一大片 所以这个方法 我屡试不爽 就是当我判断一个人 基本上已经判断了差不多的时候 已经判断了 基本上明白了这个人 是一个什么人的时候 好 那么我就会选择走近还是远离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选择的是他身后的人 你找了一个不是太有本事的人 他的能力一般 人际关系也一般 但是呢他很热心 他很仗义 他愿意帮助人 那我想请教你 他会不会有他的其他朋友 能力很强 人际关系很强的人 然后是他的好朋友 那你相不相信 往往他的这个好朋友 也是一个很仗义的人 就是你在顺境当中 还是你在逆境当中 是你自己给自己铺的路 这句话很简单 但是背后藏着一个很深的道理 就是你现在是在顺境 还是逆境 完全取决于 你过去给自己铺的路 而你过去给自己铺的路 来自于哪里 就来自于 你身边挑选的交往的人是谁 你身边挑选的走近的人是谁 你身边挑选的过命的人是谁 你把这个人挑对了 你就顺了 你把这个人挑错了 你就进入逆境了 连坤未定 与我皆是黑暗